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是3月28号,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钟 现在是在北京的石井山区啊,大家看看今天这个天啊 昨天还好好的,今天就黄沙漫天了 大家能看清楚吗,看天空上面都是感觉黄黄的那种颜色 现在看远处,就远处走车的那个五环上面 那个车看的都有点不是特别清楚了 从昨天下午下了点雨,然后天气暴就提示说 昨天和今天会有一个阳沙的过程,阳沉的过程 北京刮风呢就是沙尘暴,不刮风就是这种黄沙漫天的这样 今年这个沙尘暴啊,有点这个频繁 看远处这个天空中,感觉是黄黄的一层,他们看看远处 远处那个楼房看的都不是很清楚,真是黄沙漫天的这种感觉 早上起来送孩子的时候,感觉都有点睁不开眼 那个车上面,自行车上面的一层黄土啊 这个北京这个天气啊,春天就是这样,沙尘特别的多 不过还好,有沙尘呢就没有这个雾霾,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 本来今天想出去的,去带大家逛逛胡同的,可是你看这天啊,还真出不去 昨天还好好的,今天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点全是送孩子的家长 从这往远处看 感觉空气里边弥漫着一股这种黄土的味道 有点呛鼻子,看看吧,这早晨这条路上那个交通状况还挺紧张的,我觉得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吗,怎么走的人都有,真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看吧,哎呦天呐,这空气里边就是一种黄土味 特别呛鼻子的一种黄土味 所以说今天大家要出行的话啊,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一会儿刮起来大风更得注意安全了 那行了,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我也是刚送孩子回来